有很多人都說 如果柯文哲沒有被查到金流對價 那這有可能就是民進黨的高點 然後是那個民眾黨的低點 就說民進黨不會再高了啦 你沒交啊 可是這樣子也不太算太 不太算他們第一獎的高耶 表示他上不去嘛 不然35算高了啦 因為兩個加起來輸他 是啊 所以這個應該是民進黨的高點 因為你看這個立法院會其實你就知道 他的爭議真的非常之多啦 那 實時那個民眾黨有機會得分喔 因為他八個立委現在 同仇敵開 空前未有啦 我問過民眾黨這麼認真 現在幾乎所有的立委都 像禮拜一嘛 禮拜一就司法委員會 他們一定要去質詢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意思說他的立場會採得蠻鮮明的 所以國民黨有可能 你說下禮拜一喔 這禮拜五開 應該是禮拜五就開 今天禮拜三嘛 是啊禮拜五播有委員會啊 然後下禮拜一委員會開一夜睡 是啊 出禮這樣喔 沒有民眾黨一定去司法委員會質詢的嘛 一定會問辛太招啊 又法務部長啊 那天可能要全程直播啦 對啊 大家都在看 我們來看一下 嗯 而且因為小黨喔 力量集中立場鮮明 然後國民黨只要不一致 就容易讓人家看到民眾黨 那國民黨現在態度是怎麼樣 我看 對啊 我真的想說 因為 沒有啦 這個案子國民黨不會表態啦 他就尊重證據啊 不然他能說什麼 嗯 那民眾黨當然不一樣啊 民眾黨他要政治表態嘛 所以民眾黨事實上已經從 在北檢集結的 要求司法程序正義 現在已經到 實質 幫柯咪辯護清白了啦 他立場已經變了 現在已經變成是根本沒有圖利了 他跟他在圖利 這個就是賭博嗎 現在就變成是 提高24%沒有違法 我知道現在有個這樣的論述 對 沒有啦 黃國昌就是要這樣講 我剛剛 而且他們內部的那個PPT已經做好了 大概也是這個方向 所以 我覺得民眾黨這樣賭是對的啦 因為 這樣的賭法啊 到最後如果真的沒有金流退價 只有圖利 我認為他的民調會上升 但如果民眾黨主張 提高20%容積 沒有啦 他們不會修這個 對 但是 但是醫生又判這樣子有圖利又有罪呢 那就不對衝啊 沒有嘛 這到處都是啊 你為什麼只辦這個案 這有很多事情人會啦 因為到處都是圖利罪嘛 就只有李宿德被罰對不對 你只要接受到土地的變更 農地從化 對 農之一獎勵 那個 變更地墓 嗯 我就不相信其他縣市都沒有圖利 這很多啊 這我不相信嘛 所以你看 你說 如果對柯P真的就只有圖利罪起訴 一審有罪也只有圖利罪 這樣告訴你民眾黨贏了 因為你那個來勢洶洶 就認定人家有拿錢耶 他本來生涯第四條也有耶 結果他現在證明他貪污是清白的啊 我想說假設一審我們罪 對 一審如果沒有貪污這個部分 或者起訴就沒有貪污的部分 哇 你看這樣算民眾黨贏啦 喔 這樣還是算貪污 當然贏啦 因為圖利各縣市都有 你為什麼只針對金華城 這個民進黨就不好回答嘛 而且接下來一定會有很多人來檢舉嘛 你為什麼不辦這個 為什麼不辦那個 所以這個要得分很容易啦 對方超市雞蛋 為什麼直接給那個廠商 為什麼不要政府採購法 這是在叫什麼 這個招標一天就結束啦 這個有太多案子可以列舉啦 嗯 雞蛋只給超市買也算圖利啊 當然啊 對 也是耶 當然啊 那這樣範疇很廣 那個台南光店你都沒圖利 那個那個桃園啊 鄭文燦做八年 整個房地產的市值 增加六千億台幣 這都沒圖利 這有誰會相信啊 所以我跟你說這種東西啊 如果科幣真的只有圖利罪 那當然就是 現在的法律就是這樣啊 那他可能一審還是有罪 但是這個在政治上不算輸啦 就是這樣 那在政治上不算輸的話 你是覺得他還有可憐 沒有 就要看民眾黨的 爆料的力道啦 還有工那個工房的力道 譬如說我就盯住這個案 明明就是有嚴重的土力嫌疑啊 為什麼你不敗 所以我才跟你說 寫流成河就對了 對啊 本來就是這樣 對於來說 因為他已經被你抓了 查侯友宜 查陳其邁 他不會去打國民黨 打民進黨啊 他們談的南高坪啊 加南高坪啊 我跟你說有地方 還有中央啊 中央也有啊 譬如說我問你 為什麼高端一隻賣888 衛福部嗎 你怎麼定價呢 這很多啦 我跟你說 很多啦 中央的部會 我跟你說啦 政府的本質當然要心力嘛 心力跟土力 就是一線之差 一線之隔 一線之隔 一線之隔嘛 對 心力是大家都獲利 土力是私人盟 我跟你說全世界 你只要是 你只要是有關經濟方面的業務 一定都是心力啦 這還用說嗎 就是你的程序 出問題就是土力 你的程序都完美 拜託了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 你如果把柯P起訴 其實那個引爆點 我認為 兩個月到延壓 那個引爆點就出來了 如果還沒有找到金融 你再壓 壓個春天 你延壓的理由是什麼 如果 北檢只給你講一個說 我起訴說還沒寫完 你就被罵死 不是 丁當人上次說可以這樣子 你就說 法律說的 作業就像可以 這是法律跟政治嘛 你法律上可以延壓 審判也可以再兩次壓 幾壓 因為人家會用很明快的對比 你約譚瑪玉文 會播兩頁滿滿的新聞稿就寫好了 你怎麼會用來什麼 滿篇廢話 對不對 起訴說你不會早寫 所以我跟你說 我認為引爆點就是兩個月 柯文哲就是這樣賭的 而且如果被延壓 你怎麼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柯文哲不會做一些政治動作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知道我的意思 東西不好吃 不要吃 是啊 那如果不吃飯 這個就是政治嘛 我就跟你說這個有法律的部分 有政治的部分 比如說蘇智芬 2008年拒絕交保費 然後連續絕食200個小時 這個雲檢 嚇一 九天就起訴了 然後交保 所以你不要低估這個不會發生 我跟你說 兩個月我認為那個時候一定是一個 一個重頭戲 一個重頭戲